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0号有召开一场会议 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做主持的 在会议当中呢 他主要是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 还要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但是呢他讲了哪些话呢 他有特别提到了 当前的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了 大陆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运行出现分化 重点领域风险的隐患依旧是蛮多的 所以说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透 必须要增强风险意识还有底线的思维 主动来应对 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律 还有发展信心 畅想中国的经济光明论 好 当然呢 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主要是坦言了 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还有问题哦 不过没有关系要坚定发展的信心 好 专家因此就做了解读 认为说北京已经意识到内需不振 即需要这个解决 所以预计在后续呢 将会有相应的措施 所以说呢 预计第四季可能还会降息 好 这个是专家的解读了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 中国的海关总署副署长赵增连 他有特别提到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 有一些媒体在说 针对了新能源产业的部分 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产能过剩呢 他举出了一些数据来做推算 他说到了2030年 全球的电动汽车的销量 将会达到4500万辆左右 好 这个数字相当于 2023年全球销量的三倍 是中国产量的五倍 因此呢 大陆的新能源产品 不但不过剩 反而是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供给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贡献中国的力量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新华社的报道也有特别提到 中共十八大以来 其实大陆的外贸年均增长 将近是1.6兆人民币 好 整个货物 还有贸易的总额 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所以换句话说 用一些数据来证明说 其实大陆内部的这个经济状况 到底是如何 好 不过我们再来看到 经济部7月30号做了拍板 表示说台湾国内业者 如果想要引进车款 跟大陆有关 除了大陆的品牌 那么不管是合资 被并购 或是国际品牌 在大陆生产者 要求上市第三年自制率 必须要拉高到35% 而且这个规定 30号才拍板 就说要从8月1号 就要开始实施 好 由于新制宣布之后 不到48个小时 就立刻落实 立刻实施 丝毫没有给予任何的缓冲企业 因此外界的认为就认为说 你这根本就是所谓的 为反而反嘛 政治宣示的意味是非常浓厚的 所以业界可以说是很有意见 我们先来看到 有车厂的主管就说 其实台湾的汽车市场规模很有限 一昧的提高自制率 将会造成制造成本显著的上升 好 至少有一成跑不掉哦 一台车如果因为自制率 要求贵了快要10万块钱 那么他想问的是 还有人买吗 还卖得掉吗 中国时报的分析也有说 经济部为什么紧急出手 封杀大陆车呢 而且范围已经大到 只要跟大陆沾上边就格杀误论 也罔顾任何一个产业调整供应链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好 当然尤其是汽车产业链 这个规范非常的复杂 动辄数年都不为过 但是呢 经济部件很荒谬的 在公布新制之后 不到48个小时就实施 好 要说你不是做给赖总统看的 恐怕是没人相信吧 好 当然如果说到了车市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到新华社有指出 欧盟从7月5号开始 对陆产的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 好 最长期限为4个月 研究数据显示 加税前 大陆的品牌电动车 6月份在欧洲的注册量 超过了2.3万辆 市占率达到11% 当然呢 就算被加征了临时关税 这个牌照的注册量 还是创下了新高纪录 好 美联社也有提到了 在非洲 非洲现在因为电动交通革命 在非洲大城市的电动车 几乎啊 全部都是来自于大陆 非洲跟陆气正在扩大合作 推动非洲电动车的市场 好 大陆的电动车 6月份在欧洲的市占率 刚刚告诉过您了 已经抽上了11% 挂牌数量也创下新高 日经亚洲评论呢 就提到了 菲律宾也有说 在陆方退出苏比克克拉克铁路计划之后 好 现在 菲国也正在寻求日本跟美国 为此62亿的人民币货运铁路计划 提供一个资金 好 换句话说 现在大陆退出了 那么菲律宾62亿的人民币铁路计划 现在想要找谁接手呢 就想要找的是美国跟日本了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这个是前著纽西兰大使接文集 在烂晚报的节目当中有说 好 大陆会退出这项计划 其实就是因为中非之间的关系不好 全部来自于南海的局势很紧张 当然除了对于元件收手之外 也某种程度是要实施经济抵制跟制裁 中方退出当然就是中非关系不好 是 而且最近在菲律宾 发生了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事情 大陆的商人在这个菲律宾 谈生意被绑架了 然后交了服赎金 最后还被撕票 那大陆对这件事情 我看是跟这个菲律宾的政府 是严正交涉 那菲律宾政府大概也很认真地办 这件案子 可是菲律宾的治安实在太乱了 可是这一次事实上 就是说是最恶劣的一次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小马可市 他在开始跟中国大陆在南海进行 比较激烈的斗争的时候 他曾经把在这个马尼拉湾 一些原来已经由中国厂商得标的这个马尼拉湾 那些工程 他就把它取消了 所以就等于说这个中途毁约的记录 那事实上也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 就是说中国大陆原来在这个杜特蒂的时代 承诺了很多这个基础建设 在这个菲律宾的 那时候杜特蒂拿到的原件案子 那时候的记载是六十四亿美元 所以事实上杜特蒂 他在南海跟中国大陆采取一个 妥协的态度 在经贸方面 有军子协定吗 有军子协定 所以经贸上 他就中国大陆愿意去协助 菲律宾 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马可是在南海态度 呸变以后 当然中国大陆对于菲律宾的原件 当然是收手了 那本来就是说 菲律宾有很多热带水果香蕉 这些本来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 是有数量也锐减 所以中国大陆你可以说某种程度 对菲律宾也实行经济的抵制跟制裁 那我觉得就菲律宾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他现在找日本 找美国可能就要在商严商了 第一个美国事实上愿不愿意出钱 然后出钱的话给予多大的这个 他这个贷款或者还是 我想正款的可能性 美国是不会做的 那基本上就是贷款 贷款美国会不会给予优惠的利益 那这个是一个以美国现在财政状况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那日本人事实上在东南亚好几条铁路 尤其在越南的铁路 都是大概经过十年以上 这个磨难 最后一公里都没有修出来 麻吉又贵 对不对 而且日本人做事情比较龟毛 他有他的规格 他要把日本的这一套规格 要整个带到这个东南亚这个环境里面 我想他光跟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生态 非这种东南亚这种震惊生态来讲 我想日本人就会觉得格格不入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台湾